记者吴新田台北报道 一人孙岳孙叔叔本月初因病逝世 由董事基金会等六个团体筹办的永远的老朋友 孙叔叔感恩会名 三十一日下午二点在新店美和堂举办 开放一般民众到场感恩会预计进行九十分钟 文化部部长郑力军也将代表总统颁发总统包养令 感谢孙岳对社会的贡献 感恩会将由暧昧师母带助一人之家 演唱孙岳指定的诗歌《恋我欲经》 另一首奇异恩典则由孙岳女儿孙向迎亲自献唱 会中奖让大家一起参与孙岳精彩人生的五大阶段 首先由孙岳至娇小燕姐分享孙叔叔生平大事迹 再由王伟中谈孙叔叔与电视圈 接著导演于堪平谈孙岳拍过二百多部电影 地道演艺事业高峰的传奇 接著孙叔叔公益的三十六年 则由基督教救助协会秘书长夏中坚 及董事基金会中深义功臣疏力 代表社会大众感恩他之简公益 不见孙岳的无私奉献 最后则由寇绍恩牧师分享孙岳的信仰生活 陶哲也将主动演唱中英文诗歌迷信时和广大 感恩会现场发放限量的永远的老朋友 孙岳叔叔纪念特刊 内容主要收录四大主题 美丽合唱 传承家风是家人至亲的爱与思念 孙叔叔 新唱副歌则分享孙叔唱副歌节目精华 阐述他真实的经历与人生哲学 孙岳公益足迹 为整理孙岳36年的热心公益 相伴与主同行为13个公益团体代表 医药界及影视好友们对孙岳的感恩与想念 2018戒烟就赢比赛的代言义工艺人 于成庆在纪念特刊中 义工整得自己写下因为孙叔叔 我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而五年前就因孙岳邀请担任义工的肖敬腾 则写下孙叔叔 您改变了我的人生 您拯救了这个世界 您辛苦了 接下来的日子 让我们继续为您完成 孙岳过世后 东市基金会等公益团体 除了在脸书成立 记住帅气的孙叔叔公开社团外 由孙岳参与最多的13个公益团体 更特地成立网站 记住帅气的孙叔叔 收录孙岳公益足迹 好友们给孙岳的一段话 感恩会后 会再加入纪念特刊全文 及感恩会实录 感恩会开放一般民众到场 将于下午1点开放依序入座 会场超过2000个座位 为尊重女会者 恳请于1点50分前入座 此外 会场补北停车位 请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如要搭乘台北捷运前往 请注意七章 小B谈的发车时间 12点14分 12点32分 12点50分 13点08分 13点26分 2点5分 4点15分 195分